你 日本来的穆小姐抢了你的风头 让我收拾她 让我给你报仇 是不是你跟我说的 我没有 崔姐 这是我侄子 你犯什么事情了 师伯 这个家伙 昨天在穆小姐为母守灵的时候 闯入法人寺 欲行非礼轻薄之事 你 她说她是慕夫人的人 是慕夫人 指使她这么做的 我 事关夫人名誉 我特意把人带来 交给慕公 方便盘问 你有毛病啊你 我什么时候让你去个法院寺啊 你怎么能干这种丧尽天良心 周不如的事啊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 你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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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万天苗被她说的 不是 她说的也真的吗 老爷 你觉得我可能说出这种话吗 去把男婷叫来 快去 你在说什么呀 爸 我一个未出格的姑娘 我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事 你就是这么说的呀 你专门去金楼找我的呀 崔医少爷 把人放了 赶紧赶紧 快点 慕夫的大小姐 我请表妹 走啊 小大小姐 大小姐 她看不出来 那些仆人全部都是证人 若不是你告诉我的 我怎么知道肖夫人出币 我怎么知道慕小姐手艺 我昨天确实在金楼赌场碰到了你 正好碰到你被火箭追债 所以我才帮你还了钱 表哥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啊 你跟我说 日本来到慕小姐抢了你的风头 让我收拾她 让我给你报仇 是不是你跟我说的 我没有 你说谎 你 老爷 都是我不好 我就是太惯着你了 给你惯坏了 说话做事蛮横无礼 口无遮拦 爸 我昨天确实是碰到她了 可是我是看在你和我们家 占亲戴故的份上 怕你多了手指 丢我们慕家人的脸 所以我才帮了你 没有告诉妈妈 你这孩子 我还听你好好说话 这是要出人命的 出人命的你知道吗 你好好说 你说那是报仇 那是报仇 我没有说话 不信的话 可以叫金楼赌场的火箭来对质 我就是帮你还钱的 你还能不信 念万婷无尽之息 她也承认了错误 就原谅她 好吗 姐姐 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 我也是被那些人利用的 你就原谅我吧 好不好 一切都听爸爸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